用歇利茶来炖猪脚 这道药膳会有多营养 现在有点依赖上这个味道 全村齐动药 整头猪该怎样分配才够公平 每家每户分 猪肚与什么搭配才最强身健体 灌在这个猪肚里 汕头的猪血汤究竟有多嫩滑坦牙 脆脆的感觉 把坚果当零食吃的黑猪会有多娇贵 这咀嚼力可以啊 味道调查员带您去探寻 猪肉蛋百变做法 猪肉是餐桌上最常见的肉类之一 对于人们来说 猪几乎全身是宝 各个部位都可以做出美味 比如无花肉可以做出 醇厚美味的红烧肉 猪体因为它丰富的胶原蛋白 而让美食爱好者难以割舍 猪大肠就不用多说了 爱它的人爱到骨子里 猪肉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手中 都会演绎出极具地方特色的做法 浙江松阳的大东霸镇 歇利茶是客家人补气养生的宝贝 歇利茶炖猪脚 就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美味 猪脚的肉香和药茶的清香混合在一起 味道会有多神奇 就是猪肉里边能吃到那个中草药的那个香 远离松阳县城的汤城村 每个季节都会有一场祈福活动 在祭祀仪式结束后 都有一场美食盛宴压咒 枕头猪剔除骨头 平均分配给大家 煮肉剩下的汤会用来煮米 这场隆重仪式里的猪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滋味 这个肉啊真的很嫩 江苏东山 王阿姨制作东山名菜如腐肉 后食的五花肉在她的手中将与腐乳相遇 这道饱含妈妈味道的美食会有多鲜美 比自己吃还开心啊 对对对 广东汕头气候湿热 清热排毒的猪血汤深受人们喜爱 清热去火的一亩草 是它的黄金配角 最特别的是您还可以私人定制 添加最适合每个人口味的其他食材 这样一碗猪血汤 您想尝尝吗 真的特别香啊 山东五莲 有一种黑猪 既能按上跑 又能水里游 把地瓜 苹果 栗子 当零食 这健壮又娇贵的黑猪 是厨师们一展厨艺的好食材 在这里 我们又能见到什么令人难忘的美味呢 腰子的味道一点都不腥 味道调查员带您去探寻 猪身上各个部位都有哪些花式做法 浙江省里水市松阳县的大东霸镇 有着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景致 涓涓流淌的山泉小溪 郁郁葱葱的树林 很早之前 客家人迁徙至此 来自远方的客家美食 便在松阳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 松阳独特的水土环境 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客家风味 据说这里的花花草草 还变成了客家人餐桌上的美食 我很期待在松阳会尝到什么样的美味 先去山里走一圈 那儿已经有人在等我了 挖一点那个西里茶 挖点茶 西里茶 西里茶 这个挖去老家里 你胡不了我 你这也不是茶叶呀 这个是的 这个是我们家里老家的 就是这种西里茶 西里茶一个奇怪的名字 难道是喝了就会让人放松的茶 听去阿姨说 这西里茶的原材料搭配比较随意 可以是几种 也可以是几十种 每家每户 可以根据季节的差异 或公用的不同 来调制不同的西里茶 所以各家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用这些有食料保健作用的植物来泡茶 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 它和松阳客家人的美食 又有什么关系呢 阿姨你确定咱们这回泡的是茶吗 是茶 是西里茶 这个又是什么呀 这个去风湿的这个茶 这一片片这样砍起来 这要把它砍了是吗 这个要砍成什么样的片 一片一片砍起来 一片一片 这不是砍的啊 能砍片吗 那这站起来砍的 要站起来砍 要这样砍的 然后这样砍是吧 这样一片一片砍起来的 里边跟姜片似的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也叫不来 西里茶 这个搭配好了 都是以前的 爷爷太高 他们传下来 一样一样的挖回来的 一种一种都挖回来的 说到谢里茶的历史 阿姨打开了画匣子 话说最早移居到这里的 一批客家人 主要做野铁工作 劳作时温度高 容易出汗 又是在昼夜温差较大的山区里 所以身体容易被湿气入侵 于是这些有着 补气驱失功效的植物 就慢慢地得到了 很多客家人的青睐 久而久之 也就有了谢里茶这个名字 拿水泡吗 要锅里烧的 一般就是烧开了 就可以直接喝了 不是烧开了 还要等猪脚来 还可以加猪脚 对啊 这不就是成菜了吗 本来就是菜 谢里茶居然还能入菜 看来我这趟美食调查 找对了方向 后面还有一顿 谢里茶大餐在等着我 雀阿姨做谢里茶 就是为了给老公和女儿 补充体力 一阵带有植物清香的味道 飘了过来 在厨房里 雀阿姨的谢里茶 已经煮上了 现在这是好了吗 现在可以好了 那就是可以尝尝喝了是吧 那我就尝一口 哇 这个颜色还挺深 有点像普洱 先尝一小口 还是中药的味道 闻起来还是中草药的味道 中草药的味道 怎么样 不错 就是它有点像我们第一次喝茶 或者第一次喝到咖啡 这样的饮料那种感觉 一开始有点不适应 苦也不是不苦的 对 你说苦它也不苦 它有点微酸的感觉 然后那些我刚才说的 那个重要的味道 入口的时候 其实不是重要的味道 其实是那种药草的那种清香了 就是香的味道 我现在有点依赖上这个味道了 真的 现在下一步怎么做 这茶熬好要给它盛出来吗 还是怎么着 要鸡蛋放下去 鸡蛋 这个 茶叶蛋 茶叶蛋 西利茶叶蛋是吧 西利茶叶 最初用来补气养身的西利茶 一直受到松阳克家人的喜爱 由此也衍生出了各种滋补的药膳 老公和女儿操劳着祖上传下来的家业 雀阿姨则在他们身后 默默地操持家务 调理家人的身体 正说着 茶叶蛋煮好了 雀阿姨告诉我 这西利茶可是难得的好汤 用来煮猪脚 就又能成就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药膳 听雀阿姨说 猪脚有些肥腻 用西利茶来煮 还能起到解腻的效果 这时 还要把刚刚煮好的茶叶蛋 包掉蛋壳 放入锅里和猪脚一起炖 很快 猪脚的肉香和药茶的清香 混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种让人食欲大开 而又无法言说的神奇味道 此时 已经忙活了一天的妇女俩 也终于有了片刻的休整时间 一家人坐在一起 吃上一顿美味的滋补晚餐 我今天也可以尝一下 这道您家的名菜了 西利茶炖猪脚 还有这个西利茶叶蛋 您尝试做的正不正宗 这是今天有我做的成分 来 好 谢谢 味道怎么样 好吃 好吃 它最后才出现那个西利茶的味 一开始都是猪肉的香味 原来西利茶和猪肉加在一起 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我第一次吃到 就是猪肉里边能吃到那个 中草药的那个香味 现在一点味道都很不到 道别鹊阿姨一家人 我来到了松阳县的汤城村 听说今天这里即将举办一场非常古老 而且很传统的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我们也参加过很多了 但是这一次显得比较特殊 因为当地的老乡跟我说 如果你要想参加 必须得带一样东西 什么呢 就是这个 大米 那具体拿它干什么呢 去看看就知道了 汤城村是一个远离县城的小山村 村子被崇山峻岭所包围 被山泉溪水所围绕 祭祀是村里的大事 没到祭祀的日子 本村人无论是在外打工 还是宜居他乡 都会尽量赶回来参加 小大哥 这个米粉浇完之后 我们这条是用来带的 还是用来吃的 就是做好了 拿粉的分回去吃的 分回去吃 好 您先撑是吧 要用盆子要盆子 我要不跟你一起放一几个 一分一分的 一样的 我们到时候把那两家分开 这多少啊 这是一斤 每一斤是吧 对 在祭祀前 每家每户的代表 都要上浇500克米和一勺盐 上浇之后还要记下名字 听身边这位大哥说 这米最后是要做成饭 分回给每个人 所以红纸上的名字和人数 决定着最后分范的分数 这些看似乡土气息浓郁的 四季祈福活动 是汤城村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 祭祀在每个季节都会进行 春季叫上春福 夏季叫立夏福 还有立秋福和冬季的夏山福 每一次的祈福活动 人们都会聚在一起 祈求生火安康 现在这个祭祀就算是正式开始了 其实汤城村那个地方 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大神祭祀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刚才那些拿着米去签名的那些人 他们不是光拿着米就行的 在这个祭祀当中 他们会有明确的分工 有的人负责舞龙 有的人负责在那边杀猪分肉 也有的负责那些吹拉弹唱 当然了 我就等着一块负责吃就行了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那些米和那头猪到底要怎么吃 祭拜仪式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整场祭祀活动的结尾 这时候 整猪会被负责切肉的村民们迅速切分 并在店外的土灶上开始炖煮 看来一场美食盛宴就要拉开帷幕了 大哥 这肉都煮上了 对 这两大伙这是半扇猪吧 这得 整个那头猪都做了吗 整个那头猪都做了 就这么煮就行吗 对 那需要放什么调料之类的吗 就放盐 只放盐 对 其他什么都不放 连葱都不放 都不放 它都是原汁原味的 原汁原味的 那这个肉相当于是只放盐 然后煮上各把小时 熟了之后 这怎么吃呢 大家分着吃 大家分着吃 每家每户的分 每家每户分 对 还是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煮熟了我再看吧 把一头猪的各个部分 放在一起同时炖煮 要煮三个多小时才能全熟 当所有的肉煮好后 煮肉剩下的肉汤也不能浪费 直接用这些肉汤来煮米 想想都觉得香 而这些米 就是早上每家每户上交的 当然 其中也有我的一份 肉汤米饭的香味慢慢飘出 另一边的大哥们也没闲着 他们正在将肉分成一堆一堆 负责分肉的村民们 会把骨头剔除掉 再将大块肉分成各个小块 每一份肉都要严格过秤 这样就保证了分配的公平 分得满手油 但是真的很香 现在我都明白了 当时在煮肉的时候 大哥跟我说 这个肉煮完之后是要分的 怎么个分法呢 就是把这头猪各个部位 都平均分成43份 是吧 43份 你看这每一堆里边有肥肉 有五花 还有猪头肉 就是一个猪上最精华的部分 都在这一堆肉里了 然后再把这一些肉 再分给大家 是吧 不错 这还挺好的 此时放眼望去 你根本看不出 这一块块的 都是哪些部位的肉 只能看出肥瘦的区别 米饭煮熟了 肉也分好了 开始点名领取 不知为何 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 莫名的兴奋 还要撑一下是吗 这么公平啊 哇 这个米饭香 好香 肉汤煮的米饭 不语啊 这个这个 给我这个 装满了 装满了 什么叫满载而归 但是这个肉呢 但是这个肉呢 其实这个状态呢 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半成品 那下一步呢 就是找地儿 把这个肉和我刚才拿的一盆米饭 给找这里做了 怎么做呢 跟我走 这满满的一大碗肉和香喷喷的米饭早已让我食欲大开 不过这肉显然还需要二次加工才能吃 村民郑助胜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里吃晚饭 听小郑说他家最喜欢的猪肉吃法需要搭配当地常见的一种食材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韭菜 这么大意儿啊 当地的韭菜是猪肉的绝配 做法十分浓家 洗干净切断 然后丢到锅里和猪肉一起炒就可以了 追求的就是原始淳朴的味道 平时的话都是很忙嘛 就是祭祀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搞一点 对 其实猪肉对啊 这是肉啊菜啊平时也都有 只是接这个祭祀的这个油头 大家聚一聚啊 对对对 来快尝一尝 现在刚出锅了 你还让我快尝一尝 你也得快尝一尝 这是我炒的 看符合你这个口味 嗯 可以 这个肉啊真的很嫩 你这样尝尝这韭菜吗 嗯 韭菜 这个韭菜跟我们平时吃的韭菜还不一样 味道不太一样 那个小叶子韭菜呢 其实 它其实我觉得味道比较冲 这个大叶韭菜闻起来 摘的时候闻起来很冲 但是吃起来就是很清香 没有那个韭菜那种 刺鼻的那个辛辣的味道 对 不错不错 那我端过去 我飞一飞 祭祀的日子不仅是全村人祈求风调雨顺之时 也是每家每户的团圆之日 村里的团圆饭不同于城里的山珍海味 吃的就是代表全村人风雨腾舟的猪肉和米饭 这品出的却是更加传统自然的生活味道 在松阳的客家人用歇利茶来炖猪脚 远离松阳县城的汤城村 在祭祭祭仪式仪式结束后 都有一场美食盛宿压压咒 结束了我的猪肉调查之旅 再来看看我的同事孙迅又有着怎样的美食收获 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江苏东山 江苏省苏州市吾中区的东山镇 位于太湖岸边 这里物产丰饶 听说这里的大爷大妈们经常都会集体出动 在山脚下寻找神秘的七头一脑 这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呢 各位阿姨你们好 还有一位伯伯您好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在猜野猜野 刚您说的什么木蹄蹄我听懂的 马蓝头是吧 木蹄蹄 您采的这个 对啊 对对对 这个已经 野生的就是这样 对 很小很小 不这么大 两位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我也很喜欢吃 就是凉拌 对啊 凉拌 什么都可以 还有那个金花菜啊 哎呀 金花菜 金花菜咱们这儿有吗 金花菜 这个 这个阿姨做 哇 对对对 就这个 你看 是吧 对啊 这金花菜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拿那个白酒 烹一下 对 烹的菜 对啊 特别香 对对对 金花菜又叫草头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枸杞头 马兰头 两个了 香参头 金花头 万豆头 对 还有小蒜头 小蒜头 还有一个 季菜是吗 哦 季菜头 对吧 对啊 对对对 那这一脑是什么呀 一脑是 嗯 菊花脑 这就是七头一脑 是吧 对 菊花脑 对对对 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 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对啊 都知道小菜场去买那在县城的 对啊 什么七头一脑 对啊 什么叫七头一脑 只有我们上天年纪的人 还才知道 有的也说不上来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 东山人对于吃 不仅要求鲜味 而且在鲜味里面 还要挑最嫩的部位 野菜最嫩的 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 所以就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 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 想要见到所有真容 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 王阿姨今天出来采野菜 是因为在城里工作的孩子 要回家来 想让孩子们尝尝鲜 掰它的嫩的 嫩的 嫩的都是 对啊 这个嘛 这个也是 对啊 就拿剪子剪是吗 掰 这直接可以掰了 就直接掰的 对 对 这小的嫩的 小的嫩的呢 这也能 闻到那个味儿 其实乡村那个 就好多人就吃不惯那味儿 但是好多人特别爱这个味儿 反正这个新鲜 卖的还挺贵的 对 这也可以 40块一斤吧 40亿斤呢 那真实 对啊 春牙配鸡蛋 无论在南方北方 都是最常见的做法 而一样更令人惊喜的稀罕物 此时也撞在了一位大叔手里 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然后包了这个之后 它就那么一丁点 对 那你们说是这样吧 南掰的 对 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掰的 从上面撕下来 对对 其实真的是外边这一层那么厚 对 里边 就那么嫩的一只小壳 否则难包的 哇 其实就那么一点 嗯 多宝贵啊 像这么大 现在看上去很嫩的 嗯 好像有点不舍得摘下来 是啊 等它长得这么大一点 不容易啊 它长出来的 是啊 长得高一点 跟这个差不多 15公分左右吧 这就是 对 到15公分左右 大家摘下来了 小猪笋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 纤维素 对于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新鲜食材 晒干长期保存 是当地人的首选 做汤时 随便扔进几根 鲜香就会提高一个层次 东山的七头一脑 我已经了然于胸 然而王阿姨的邀请 却让我更加惊喜 在她的家常便饭中 会不会遇到更诱人的味道呢 野菜在我看来 不外乎就是清炒或者凉拌 可王阿姨却颠覆了我的想法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 我就觉得踏实了 是不是一顿饭里面 必须得有这个肉 不是的 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 今天孩子们 小孩子们 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 所以我特意去买了 那个很大一块肉 是吧 烧那个乳腹肉 乳腹肉 这是奶乳之作的那个肉 对 您自己不吃啊 自己不吃啊 烧起来很烦的呀 凭什么肉我们年纪大了 少吃一点的 对吧 孩子还是爱吃的 对 最喜欢吃的 他们看见了 好开心的 乳腹肉是东山有名的家常菜 为了让孩子们吃起来过瘾 王阿姨特地将肉块切得很大 经过煸炒 五花肉里的脂肪迅速逃跑 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 趁着炖煮的空当 王阿姨拿出了看家手艺 一道强身健体的大菜 就要霸气登场了 我们东山就是这样 猪肚弄干净了以后 它的肚子里面可以放蛋 放什么放蛋 放蛋 放蛋 吃的蛋 鸭蛋 鸭蛋都可以 是吗 对啊 灌到这个猪肚里 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的 有的身体不好的 吃了这个菜 身体会强壮的 是吗 健身体的 对啊 这个做法 这是头一回见 猪肚能健脾胃 生精血 鸭蛋能滋阴清肺 是养生的必选 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 已经炖到了八分熟 南乳汁是乳腐肉 味道的关键 等这种发酵酒香和汁香 浸入五花肉 就可以收汁出锅 有了豌豆头垫底 乳腐肉立刻变成了小清心 为了让孩子们 吃一口妈妈的味道 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 工序如此复杂的菜 老两口平时根本懒得做 只有在对孩子 回家团聚的期盼中 这些家常菜 才会一股脑地出锅 因为一家团聚 才有家常 爸 妈 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老婆你送我来 妈妈回来了 人其实还行啊 看你一看 对 好漂亮啊 马上马上好了 你们来了 现在我再吃一块了 要不要尝一尝这个 刚好烧好了 弟弟 弟弟也来一块 好好吃的 好吃吗 好吃 真的好吃 一天的辛苦 在欢聚中烟消云散 浓浓的爱意 将在味道中悄悄传递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这个 枸杞桐 枸杞桐啊 就是清肠 吃下去很清凉 然后有一股甜味的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这是我的最爱 马兰头拌香干的 就是这个 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清香味 然后就拿一点点油 这样拌一下 就特别香了 你自己在家做饭吗 不做 然后每到周末 都会带着两个小孩 到我爸家来 指他上个菜 这样感觉特别幸福 对啊 看着他们吃了 好像我心里舒服 比自己吃还开心啊 对对对 比自己吃还开心 家中的妈妈味 是对乡愁最好的味界 下一站我们来到 以美食名扬天下的 广东省汕头市 懂吃好吃的汕头人 追求食材的新鲜 和养生之道 朝圣地区气候湿热 身体容易生火积热 所以清热排毒的猪血汤 就像凉茶一样 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口也是游子回家 必须打卡的第一口 用一碗猪血汤来味界香酬 不过对嘴巴特别雕的 汕头人来说 这猪血汤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彻底征服了他们的味蕾呢 我约好了猪血汤的制作者 颜万真大姐 去当地的菜市场找答案 这汤亮了是吧 啊 好不好吃啊 好吃 甜啊 喝起来是什么 黄皮吗 黄皮啊 这也是这汤油啊 免费啊 刚才这段听出亮点了吗 对了 要带我体验潮汕美食的向导 居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有没有了 喝你就有了 一会儿找你 算了 走走走 颜万真大姐是汕头媳妇 跟丈夫田海英 经营着一家猪血汤店 店虽然小 但人气很旺 二十多年来 她每天都会到菜市场 采购当天最新鲜的食材 这个白菜就是南方出的 一看就短 小 各都小 但我们北方就出这个白菜 对对对 但南方要吃这种新鲜的蔬菜 那么汕头人的这一口 家乡味猪血汤 在东北大姐的手中 究竟会有怎样的精彩演绎呢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亩草啊 女人的宝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亩草啊 对对对 排毒养养呢 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说 在菜市场看到它的 来汕头人很会吃 真的是 像我们吃的一亩草糕 就没有这么新鲜 对对 盐万真大姐告诉我 由于生活环境 常年潮湿闷热 汕头美食除了讲究滋味 还注重营养搭配 所以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 少不了一些 清热去火的食材来搭配 一亩草就是其中之一 活血趋瘀的功效 让它成了猪血汤中的黄金配角 接下来 盐万真大姐还要为 自家猪血汤 挑选一位神助公 看这个猪肝 要买本地的 要看它发亮 再一个要粉 发粉 你知道吗 就像小鸟孩那个脸呢 要嫩嫩的 粉嘟嘟的那种 再一个你要看这里 这里要发粉 我们吃起来才清脆 口感还好 新鲜的猪肝是他家猪血汤里的灵魂食材 猪肝中的维生素A可以防治夜盲症 维持健康的肤色 那么这猪肝在汕头人的猪血汤里到底会有怎样不同寻常的发挥呢 那就得回家请教一下掌勺人了 安静的田海英大哥与盐万真大姐风风火火的画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田海英大哥曾是一位象棋教练 但自从开了这家店 他就一心一意地制作猪血汤 象棋的对异中 讲究思维缜密 想必即便把战场换到厨房 田海英大哥也会展现出同样功率 果不其然 田大哥 这就是我跟大姐今天买的那块干 这您觉得够新鲜吗 够好吗 这块 还行吧 还行吧 这腰球太高了 本来看起来是挺好 但其实它也是有缺陷 对 翻过来 里面这些筋 你看这边 正常不是这样可以切了吗 对 但其实你看这里头 这里头最好就是先把这些细小的东西 先给它起出来 有的还在底下 肉分五花三层 它这个你看 这里面又有很多层 然后这只是第一层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当我们吃猪肝的时候 一口筋就像一张网 不规则地穿梭在猪肝中 在我看来 想要完全剔除干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田海英大哥自有妙招 白金多一些的地方 它就切成薄片 边切边挑 稍显完整的大块猪肝 它会切成条状 一根不剩的将筋剔除干净 这种耐心可是常人难比的 田海英大哥将它归功于几十年来下棋 对心智的磨练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口感了 对对 可能这个更精细一些 这个更好 但是有些老年人 你还是适合那个薄一点 然后我就感觉 如果是牙口好的 就给它搞那个厚一点 明白了 就是您如果看到老年人来 可能会故意地挑一些薄一点的片 对对对 而且这个比较熟得比较快 也许是多年下棋的原因 田海英大哥特别善于揣摩食客的心思 他掌勺的地方就设在门口 所以每位进店的客人 都会被他仔细打量 然后根据性别 年龄 体格健壮还是瘦小 来决定给这碗汤加什么 加多少 为食客进行私人定制 就像在给家人做饭一样 我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配料 也是放在里面的吗 对 这个是猪肠 猪肠 肉饼 猪腥 猪肝 这个汤是 汤是熬猪肠 猪肺出来的汤 这个血豆腐是一直在里面煮着的吗 对 一直在里面 不能开 锅不能开 猪血汤猪血汤 主角猪血终于现身 猪血中含有的凝血煤 会让血液加速凝固 所以新鲜的猪血在运输的过程中 会加入一些食盐 防止血液凝固 制作之前 只要往猪血里再加一些清水 稀释食盐的浓度 稍等片刻 血液就会凝固 根据想要的血块大小 田海英大哥自制了一把合手的刀 猪血划成小块 就要先入温水焯水 猪血是人体的清洁工 其中的蛋白质经过胃酸分解后 能产生一种氢毒的物质 与我们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威力发生反应 然后人体通过排泄将这些废物带出体外 焯好的猪血再次切成小块 放入用猪肺猪肠熬制的汤底中 以最小的火慢慢微熟 这种方式能保证猪血总是在刚刚好的状态 嫩滑坛牙 营养还不流失 我先放菜垫在底 等一下那个干放上去的时候不会粘锅 把这个熟的先放 猪心比猪肝快熟 所以先放猪肝 先放猪肝 美食是需要分围的 汕头美食的独树一致 就是因为有很多张嘴在监督 大锅熬汤 小锅单做 除了食材新鲜和有养生功效之外 口感也必须引爆味蕾 它虽然只是一碗汤 却能体现汕头人对美食的态度 田海英大哥这一口地道的汕头家香味 已经喷香出锅 在这间南北交融的夫妻店里 盐万真大姐也拿出了自己的哈尔滨家乡味 在我们都没有一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所以要想吃饺子就感觉到有回到家乡的味道 南方的韭菜在盐万真大姐的手中 变成了皮薄现大的东北饺子 这一口鲜香多汁的异香味 也得到了汕头人的认可 大哥 大姐有什么特别的吃法吗 要加点什么 豆腐要点螺水 猪血要吃鱼露 要用鱼露 这也是当地特色 但这个鱼露一定要放在碟子里 蘸着去不能倒在汤里 在南方吃口味要清淡 不能太重 鱼露也叫鱼酱油 是广东福建等地常见的调味品 这种由小鱼小虾经过腌渍发酵熬炼而成的液体 具有浓郁的鲜香 口感怎么样 脆脆的感觉 滑 很润滑 酱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味道 比较鲜 比较鲜 对 比较鲜 因为下头人就讲 吃什么东西要有什么占量 一个人的口味 有没有愿意吃鱼露 有没有像爱吃我的自制辣椒 很老远的 还有自制辣椒呢 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吗 对啊 这是中北厕的 果然在这个店里 南北文化的交融碰撞出了火花 严万真大姐 用东北带回来的干辣椒制作辣椒油 香辣逼人 成了店里的一大特色 好特别 哎呀 猪肝配这个辣椒油啊 真的特别香啊 就是一整口下去啊 我觉得完全没有杂质 而且越嚼那种沙沙的口感啊 再加上这个香辣的味道 我觉得这辣椒真的给它提分很多 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桌子上啊 既有咱们汕头的猪血汤 算南方的吧 对啊 南方的猪血汤 然后也有咱们东北的饺子啊 但是都是各自的家乡味道 是不是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 离不了香味 离不了香味 可不就是吗 就像颜万珍大姐说的那样 家乡的味道是无法割舍的 二十多年来 夫妻俩让南北饮食水乳交融 东北的味道在南方开花 南方的味道也融入了东北人的生活 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的五连县 在这里我们找的是 当地美食的一位重量集成员 既能地上跑也能水里游 李大哥 我从上面就看见了 这一堆黑的是吧 就是这个黑猪是吗 对 这是我们五连县 我还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黑的 我看您这喂的这个是什么 这是地瓜吗 还有苹果 它能愿意吃吗 愿意吃 愿意吃 那我试试行吗 可以可以 吃苹果 来 你看 真开始吃了 这咀嚼力可以啊 咱们就喂猪 就喂这个地瓜和苹果吗 不是 等于是给它们加一个小料 这是夹菜 跟零食似的 对 零食 补充一些营养 营养 维生素 五连黑猪长着一脸呆萌相 脸部一个菱形大标十分抢眼 孤身的大耳朵 也盖不住那双明亮的小眼睛 李灵青大哥是位贴心的饲养员 每天与黑猪为伴照顾它们的饮食起居 他告诉我 五连黑猪蹄的脚趾缝非常窄 不仅能站得更稳 也更有利于运动 天生就适合放养 所以当小黑猪们长到三十千克 就会被送到栗树下放养 栗子是一种优质坚果 等到成熟落地 小黑猪们就会自己啃着吃 除了吃得好 还要玩得好 人家也有自己的娱乐项目 你看我眼前是泳池 上面是跳台 但这个不是我们游的 是给谁游的呢 是给小黑们游的是吧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 这么着急就出来呢 来来 这里头水还挺深的感觉是吗 对 太快了这 这里头那个姿势都有啊 这个南征系数为2.0 太厉害了 没想到小黑猪们还有这样的运动天赋 李大哥告诉我 这猪跳水属于人为训练 目的是强身健体 我特别好奇 这种吃喝玩乐都不耽误的五连猪 到底能成就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美食 它的五花跟其他的猪的猪肉 有什么区别吗 从颜色看 就是我们这个五花这个颜色比较深 它是深红色 一般的可能稍微偏粉一些 对对对 说明他的眼纹的时间比较长 生长期一年以上 重量达到一百多千克的五连黑 才符合入菜的标准 因生长缓慢 脂肪沉积后 五花肉会呈现六分肥 四分瘦的比例 用它做出的红烧肉 味道更香 五连人吃东西似乎从不着急 就是喜欢这种慢味道 而这种慢正是令人羡慕的原生态 此时的李大哥从猪瓜点成大厨 其实这才是他的老本行 大哥说要想做好菜 就要充分了解食材 那么用五连黑来做红烧肉 大哥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呢 大哥 咱们一般做红烧肉 要不可以炒个糖色 或者是先给它炒一下 是吧 那咱们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我看这个汤汁特别浓郁 这个主要是这个先要底汤 底汤我们用大骨老木鸡 然后挠成一个浓汤 这样在里头要熬多久呢 一通的猪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五连黑猪肉的话 一年的黑猪最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五连黑肉质紧实 只有陈年老汤才能将它降服 先大火烧开 再小火微透 经过两个小时 五花肉终于增色天香 改头换面 如果说红烧肉是需要慢攻入味的 那么在五连黑身上 还有一些部位是需要集火快攻的 这个是猪腰的是不是 为什么它要切成腰花呢 是有什么讲究吗 第一个是好看 第二个它那个浴味的比较均匀 这个腰花主要是刀工 把它片开从中间 从中间片一下 对 这个外边还有一层薄薄的那个膜 膜也给它撕掉是吗 对 撕掉 其实这个腰花啊 但是真的是如果做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特别删 那咱们怎么给它去除这个腥山味 让它不腥呢 这一块这个烧线把它去掉 这个叫烧线 就是这一小块一小块的是吗 腰花味道烧不烧 关键在白金 将腰子一片两半 展露出的块状花纹 就是躲在肾脏中的白金 将其彻底去除 冲洗干净 才能保证做出的腰花没有怪味 接下来腰花造型好不好 就要看刀工了 斜刀 斜刀 然后不能给它切断了是吧 这个特别难 因为它本来就挺薄的是不是 真棒 然后再反过来 你看刚刚是斜刀是吧 现在变直刀了 对对对 你看停着看不出来 这样你给它撅起来 就能看出来了 然后最后在下油锅炒的时候 它就真的会绽放成一朵花的 对对对 油一炸它就转起来 就特别漂亮 即使在五连这样的大山里 李大哥也丝毫没有放松 在刀工计法上的自我要求 身边有这样一位 刀工了得的大厨 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 要好好请教一番 有点宽 有点宽啊 我怕太窄了 我就切断了直接 刀再斜一点 再斜一点 刀再要深一点 再深一点是吗 你看出来我不敢下刀了 猪腰质地嫩滑 水分含量多 为了保证腰花的造型美观 成熟度均匀 就要将刀伸入腰片厚度的三分之二 先斜刀 后直刀 切出小方块 没有点刀工 还真切不好腰花 如果心里没谱 下手没数 一不小心就会像我一样 将小花切成了大花 最后能不能开花 只能油锅里建了 这么快 只是过了一下油而已 真的马上那个花就出来了 俗话说 石在中国 火在山东 爆炒是卤菜将火候 应用到极致的一种烹饪技法 腰花经过走油后 与配料同炒 再迅速放入最好的芡汁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讲究旺火速成 这样才能保证腰花吃起来 脆嫩爽口 这个短时间内出来的时候 火爆腰花 真的是特别火爆 来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个是我切的 你看 这个果然不像花 看一下大厨这个 就特别好看 你看就打卷了 而且你看这上面这个刺 特别好看 还特别嫩 腰子的味道一点都不腥 我觉得如果再过一点就不好了 现在保持它的嫩度 是恰到好处的 是不是 这个火候很重要 黑猪成就的黑色料理 让我嘖嘖称奇 但大哥告诉我 有的菜小锅炒好吃 但有的菜就必须用大锅才能出味 想要全面地品尝这种黑色料理的味道 那就得再换个地方才行 刚刚跟大哥做了两道非常火爆的菜 没想到这转眼之间 我们又换到了一个更加火爆的现场 大哥 我们现在是要给多少人做饭 这个司堂是1200人 所以责任重大 他们能不能够吃上可口的饭菜呢 今天就靠我门了 是不是 咱们要做什么菜 猪肉白菜多产条 我也是用这黑猪肉是吧 这做大锅菜肯定又是另一种感觉的 待会尝尝你手艺 好的 好 火 这个炒把那个肥的肉多炒一下 把里面那个油 油煸出来是不是 李大哥每天为上千员工的一日三餐服务 为了让大家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他更是亲自养猪 管理食材源头 大哥选用梅花肉来制作大锅菜 这个部位肥瘦相间 嫩而不腻 猛火快光的大火炒制 能让肉香完全释放 火气逼人 食欲大增 这一般人真来不动这个 我觉得是吧 得非常大的劲 你想三四直行个白菜 再加上几十斤的肉 全在里头 猪肉白菜炖粉条 食堂的家常味 因为有了黑猪肉的加入 让大锅菜变得豪气十足 员工就餐之时 也是厨师接受考验之际 李大哥四处观察 看哪个菜最受欢迎 看着大家吃得开心 他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同样的猪就是单独做 然后再跟这样大锅做 炒出来感觉还真是不一样 这种香味是那种 特别过瘾我觉得 是吧 喝补气养生的西利茶 是客家人独特的饮食习惯 家人操劳着祖夜 他们的辛苦 雀阿姨看在眼里 为家人做一顿营养丰富的药膳 西利茶炖猪饺 是他希望为家人化解疲劳的一片心意 香土气息浓郁的小山村 每人上郊一斤饮 换回一碗整株平均分割的猪肉 与辛辣的韭菜一起炒制 再配上一碗肉汤煮的米饭 是当地人祭祀后丰盛的一餐 王阿姨为回家的孩子们 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饭 如腐肉下面垫上豌豆头 给肉香味增添一丝清心 猪肚灌鸭蛋是王阿姨的绝活 这顿晚饭满满是妈妈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田大哥和盐大姐让南北饮食交融 夫妻俩用猪肺和猪肠 来熬制猪血汤的汤底 根据客人需要进行私人定制 添加猪心猪肝等各种食材 精心制作出嫩滑坛牙的猪血汤 五莲黑猪身上的五花肉 在大骨和老母鸡熬成的浓汤中 慢功入味 而腰花去除骚陷 一面斜刀一面直刀 被切成方格状 在油锅中爆炒绽放出一朵花 猪肉这种常见的食材 因为地域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使得它的做法 各个部位的吃法 搭配的食材也不尽相同 所传递出的味道也是各有特色 一口猪肉在每个人心中 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种味道